大家好,我是刀刀缝 之前我给大家讲了一期语言与音乐的节目 其中就提到了rap 也有很多人都说你看这个黑人 长得就像都能说rap的 觉得人这个基因里边就带 而且我在我那期节目最后彩蛋的时候 也给大家放了一个我自己做的mix 咱们先给大家再看一下 我这个mix呢 其实用的就是他接受采访的时候 一个原因我一点编辑都没做 就在网上随便找了一个 我觉得速度差不多的曲子放在那 结果人家大姐说的每一个重音的字 都和这个音乐上的重拍 完全吻合在了一起 而且它之间的这个节奏 也有各种各样的变化 所以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黑人到底是不是基因里边带的 一生起来就知道怎么说rap 首先咱先说 你说人类这个基因里边 到底有哪组序列 说就是专门管这个节奏管rap的 这咱真不知道 不一定有 但是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上来看 这个黑人他确实能够说好rap 从起源上说 rap这种形式 其实在非洲西部 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了 当地有一种神人 叫Griot 他们既是音乐家 同时也是史学家 同时还是讲故事的人 听着是不是跟咱什么唱快版的 西河大鼓的差不多呢 就是人家这个东西 也是人家的传统文化 已经传承了几百年了 所以美国黑人里面的非洲裔 就把这个东西带到了美国 所以从根源上来说 这是人家祖宗里面 就传承下来的东西了 咱再从听感上说 这个rap到底听的是什么呢 我们常说rap听的是个flow 那啥叫flow呢 其实就两方面 一个是节奏 一个是歌词 那么从节奏上说 还是要说回非洲裔的黑人 在非洲的民族音乐当中啊 节奏是他们最重要的部分 可以说hum的是他们唯一的一个元素 我们知道这个非洲啊 绝大多数的一个乐器都是古 唯一的一个旋律性的乐器呢 是非洲木琴 我们叫Jill 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叫法 这个Jill他在调音的时候 也特意调成了五声音阶 也就是说他每个音和每个音之间 听都是和谐的 所以他在演奏的时候呢 就不用考虑到底我这个音应该怎么发展 而是拿它唇当成一种鼓来打 只不过呢 带点这个音高 添加点色彩而已 所以从这个点来说呢 非洲人的节奏感 也是他们好几百年 上千年里面一直传承下来的了 所以如果您要听美国的这些rapper啊 他现在用到的很多节奏 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啊 不光是什么八分音符啊 十六分音符啊 或者中间加点三连音啊 他还有各种各样的 比如什么切分的节奏啊 什么反拍啊 后半拍啊 什么更多的 甚至五连音啊 甚至有的不在拍的上 怎么再找回来啊 换句话说吧 基本上跟我们打绝是差不多的 和我们打绝手干的这些事 基本上一样 有很多的rapper 甚至他们把自己标榜为打绝手 他们觉得他们就是打绝手 只不过人家不用唇 打鼓 人家用嘴直接把这个节奏给你唱出来 给你说出来 所以他这个节奏的复杂程度 是远比我们日常所要接触到的 要复杂的多的多 而且呢 在这个rap里面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特色 是layback 其实这个layback啊 不光是在这个rap里面有 在所有的这个黑人音乐里面 比如说爵士乐里面 或者这个R&B啊 里面下属的所有这些黑人音乐里面 其实他都有这样的一个特色 为什么呢 你想啊 这个从祖先生说 非洲人生活在大太阳底下 对吧 你在四十多度的底下 你说你能精神的起来吗 那你肯定每天就饭懒 你又没空调 没电扇 对吧 扇个扇子睡个午觉也就行了 所以呢 他们几百年 他们的祖先 其实就是有一点慵懒的状态的 所以在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下 他自然语言说话 就是慵懒的 所以他做出来的音乐 也是有一点慵懒的 所以他所有的节奏呢 就宁愿往后去 也不往前走 宁愿迟到一点 我也不早到 如果您要想看这个layback的极致 我向您推荐一个rapper 叫JZ 他基本上每一拍唱出来的时候 都在原本这个曲子节奏的 稍微往后 比如说错后一个十六分音符 就大概那么一个位置上 但是呢 你又不觉得他唱得错的 因为他每一次 错后的那个位置都一样 就相当于其实就 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拍子 然后呢 他就稍微的平行往后 错了这么一点 让你觉得呢 稍微有一点重影 您要不要拿个3D眼镜 一看 这玩意儿 这rapper也是3D的吧 就给您这么一种感觉 他和你这个 时而往前 时而往后 或者都往后 每次多少都不一样的 这种拍子不准 是有本质性区别的 那么再从歌词上说呢 这就更有意思了 因为美国的黑人啊 尤其是最早唱rapper这些人 其实是由两部分黑人组成的 一部分呢 是非洲裔的美国人 另外一部分呢 是加勒比海地区的 这个中美洲的人 也靠近吃早 晒的也挺黑的 这两拨人呢 分别带了自己优秀的这个特质 进了这个rapper的歌词里面 咱先说这个非洲裔的美国人 我们知道 他们最早都是以这个奴隶 贩卖到美国的 但是呢 在这个美国一战之前呢 美国出现了分裂 南部这些州呢 继续叙弩 北边这些州呢 奴隶就已经解放了 所以南边这些奴隶就想 哎 你看人都解放了 谁不愿意去解放区啊 对不对 我们也要往那边跑 所以呢 但是你又跑不出去 你是个奴隶 你这人买过人都看得很死 所以在黑人当中啊 包括一些比较善良的一些白人 都帮着南方的黑人 往北边跑 所以当时呢 在美国就建立了一个 庞大的逃跑网络 英文叫underground real way 你听着是不是跟地铁似的啊 其实跟这个差不多 这个网络之大呀 从南方一直往北通 最后一直都能通到加拿大 那你说这么大的一个网络 对吧 你传递什么信号 你让人破译了 怎么办呢 没关系 这时候人家歌词的部分就来了 他们在这个去教堂祈祷的 这些圣歌里边 本来呢 听起来就是简简单单的说 我要对上帝怎么样怎么样啊 或者什么啊 上帝要带着我飞啊 对吧 只要一听有这方面内容 那就代表着晚上就要有人逃跑了 啊 他里面所有这些信息 什么集点在哪 见谁 然后你中转站在哪 然后最终要去哪 他在这个歌词里面都很隐喻的 以一种江湖黑化的形式 都蕴含在里面了 啊 所以呢 就是他这个东西 他涉及到人的生存 而且这种帮人逃跑的这一套 隐喻的黑化 在这个黑人文化当中 也是存在了几十年 一直持续了下来 啊 咱们再说这个加勒比海地区 在这边的黑人呢 虽然他不涉及到往哪逃跑的问题 啊 但是呢 他涉及到很多生活作风问题 啊 这个唱歌经常会带一些男女关系 啊 尤其是这个不得为外人严的男女关系 啊 我今晚上要上谁家啊 跟哪个小姑娘去约会 啊 明天我跟谁带着她跑 后天我又看上谁家姑娘 哎呀 他怎么不喜欢我呢 你看他 啊 又狗狗又丢丢的 对吧 啊 所以他这个歌词里面呢 有好多这方面的信息 像咱说 他又不方便直接说出来 怎么办呢 他就把一些很文雅的这个词 啊 用一语双关的形式 把这个信息呢 就包含进去了 所以我们看最早唱rap这些人啊 要不就是因为要逃跑 所以里边带暗语的啊 要不就是带风流运势里边带暗语的 你说他这两部分人 攒在一起 写出来歌词 他能差得了吗 所以从这个方面上来说呢 过去的几十年 美国黑人 他们的文化根源 歌词就占了非常重大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听这个美国人的这个rap啊 他里面还是带有很多美国的礼语 当然他用不着那些黑话了 但是我们经常说做听力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能把rap听懂了 说明你英语就算学到家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里面呢 这个暗藏的东西特别多 所以我们看那既有歌词 又有节奏 那你说人家这个rap 是不是就相当于从基因里就带出来了呢 当然了 我们说了这么多 只是说呢 在黑人的文化当中有这些东西 对吧 你一个小孩生出来以后呢 也不是说他天生了就会 所以为什么黑人就普遍的来说 rap水平这么高呢 真的就是因为人家天天听 就跟咱们传统曲意识 你得熏 我不知道如果有大家来美国这个 住过一段时间 或者哪怕你来旅游 如果你大街上 过去一辆车 你就听 共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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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然后里边就开始 就开始叨叨 就开始念叨 基本上你一转头一看 司机绝大多数都是黑人 所以人家恨不得从生下来就接触 而且只接触这方面的音乐 所以呢 你说他在创作的时候 当然人就非常容易了 因为天天听的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他脑子里形成的 就是这些最地道的一些唱法 和最地道的这些音乐 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成长起来 可以说绝大多数的黑人 天生就是rapper 所以之前啊 我曾经还在网上看过一个节目 这个两个白人做的 就大马路上 拿了一半岛底 过去找一黑人拦下来说 现场跟着这音乐 赶紧先跟我说一段 每个黑人直接唱出来的 那都可以直接灌CD 所以要说到这个方面呢 其实我们中国人啊 也有优势 尤其是从歌词上说 你看中国中文 对吧 博大精深 里面你要想什么 一语双关 蕴含个意思 那也是非常容易的 而且从传统形式上来说呢 咱快板啊 西河大鼓啊 京韵大鼓啊 不也传了 得个百十多年了吗 所以中国人呢 如果你要再加强 节奏感这方面的训练 那就无敌了 当然了 如果您只是一个普通听众 但是您又想对这个RAF 了解的更多 我给您推荐一本书 英文的书叫 How to Rap 是保罗·爱德华兹 一个美国人写的 这个书呢 其实就是一个 集合了一个 他对104位 美国知名的rapper的采访 总结形成了 这样一个材料 大量的提到了 他们怎么做RAP这个音乐 所以如果您想了解 真正的RAP音乐 应该怎么欣赏 应该怎么听 他到底讲究的是什么 那么我就推荐您 可以没事的时候 看一看这本书 好 那今天的刀刀放梁音乐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您订阅分享 评论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